能做的方法很多,包含就是用REPD加LEN串接,这是比较基本的 但是这个方法不见得是最好,因为这个范例是在某电信公司内训的时候 他们内部主管要求的,他就说我们因为客服人员每天都会处理大量的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资料 当然如果不会用函数来解决问题的话,可能他要花很多时间 甚至没办法准时下班的 那我说你们这样好像还是不够吧,这样子会用函数还是要花很多时间 最好呢,你干脆就教他怎么样,按个按钮就好了 这边如果按钮按下去,他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不对,那这边有个清楚了 或者是说你干脆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插入一个函数 里面干脆你帮他定义一个什么,手机的函数 然后按个确定 他就会给他需要的东西一二三 三个东西就按个确定 少一个,这边是这个,这个 OK,那最后答案就出来了 有没有,那点两下就出来了 这个叫制定函数 不过有同学说,老师这样好像很麻烦啊,三格耶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更快的方法 手机范围 什么意思呢?刷一下,更好,刷一下,按确定 就出来了,这更快 对不对,可是问题要怎么做呢?点两下会一样吗? OK,当你的工作里面 可能你如果常态心要做的啦 我还是当然建议你干脆就做一个按钮啦 或者是制定函数嘛,你的问题就解决啦 就可以略过啦,不然每次要想说 REPT加LEN怎么用 这个就很头痛啦,对不对? 不过我们还是按部就班 待会的话,我们讲解的流程 或者是后面的范例讲解流程 几乎都一样 就是会先从最简单的插入函数开始 那如果说我们函数里面 用REPT加LEN怎么做 就是函数 做完之后再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更快 再来就是用VBA 那VBA,开发人员里面有个VBA 其实刚刚的东西就是从这边写出来的 没几个啦 这边就是这个门号啦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一行,其实就一行程式 就是那个手机的制定函数 Function 这个是手机范围 其实都没有几行东西啦 但是你最重要是要理解 这东西怎么写出来的 那当然我也很担心说 叫你用它自己打这个东西出来 应该很多人一定会有问题的 可能不就是多一个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啦 像之前有同学 这个少一个S啦 这样子 那一直行会怎样 就当掉了 就出现这个 那所以 未来 假如说你们要参考的话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就是 要不就是 刚刚讲到那个 云端上面 不是有那个 我们的讲义 讲义里面有答案 OK 讲义里面嘛 其实我刚刚跟各位讲 里面的话 你往下卷动 反正 第一个单元的那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 有没有 第一个文字 这边有相关的函数的解 这个是函数的解答 那VBA的解答在哪里 门号 在这里 反正你就是 照着打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 同一台电脑一个画面 要不你就把这个画面放在手机里面 或者大一点平板 再帮你把它印出来也可以啦 跟着打 但是如果说你跟着打还有问题的话 因为你还有第二个方案 请你切到云端白板 那这个云端白板主要 就是因为 那个刚刚是画面 你没办法复制贴上 那我担心有些同学 可能 还是会有障碍的 所以未来会有一些程式嘛 点开来 弹出来 如果你要复制的话 跟各位讲 比较复杂的公式 我会帮各位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 这个是复杂的公式 另外 程式的部分呢 也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未来 至少你要学会 VBA再怎么样 你一定要至少要学会 複制贴上 对 对 本来就是 因为至少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嘛 对不对 你连复制贴上能力都没有 那你当然 其他就不用说了 至少你复制贴上会了会跑了 你再来改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甚至我问过很资深的工程师 我说你程式有时候 程式怎么怎么写的人 你还 他其实就回答我说 都复制贴上写的啊 对 那我会觉得 连你都复制贴上这样 那你更不要说底下的人 是怎么写的 OK 但他只是可能 讲得很直接啦 不诠释啦 可能复制贴上之后 他还做了很多事情 那这个当然也不是说 不行这样做 只是说一般的程式撰写经验里面 告诉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做 尽量不要这样做 可是实际上都有潜规则 所以有的时候 学校老师教你的 是台面上的话 但是他不太会教你台面下的话 可是实际上很多人是很喜欢 听台面下的话 对不对 OK 原来 不过你也不要以偏概全喔 你说原来你们工程师 原来都是复制贴上 会在复制贴上的 其实这个学问很大喔 你不要以为就是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OK 那不过大概我只是因为 我们过渡啦 因为你要过渡到完全自己写 可能没有个几年的功力 应该是很难的 所以至少你会有过渡期 就是会是需要做一些 就是参考啦 我想就是讲比较那个 直接就是用参考别人的方式 产生你的程式嘛 那因为呢 又担心说各位可能会因为 差那么一个字 少那么一个字 而让你的程式无法执行 所以尽可能就是说 反正你就先参考 先可以跑 尽量以那个什么 比较不要有一些挫折感 先把它 先享受程式 写出来的成就感 再慢慢回头看 我觉得会比较有动力一些些 就像说我觉得 像有些地方 其实大部分观光区都会有个缆车 先带你到上面去嘛 对不对 你再往下走啊 你会比较感觉 玩得比较愉快 不然如果说你还没到山上 你看到山下往上看 我要爬到那里 我的腿软了 我就不会想要去玩了嘛 对不对 所以比较好玩的地方 一定会有缆车嘛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走 或者是说 我们去很多那种 博物馆也是一样 那博物馆很高啊 那好几层楼 你逛要逛很久 但是他们的设计一定是 先叫你坐电梯 到最高楼层 再你往下走 再玩下来就比较好 不然你还没看到博物馆的东西 你还要慢慢走路走路 走走走走走 走这样 都还没看到就想要 就累死了嘛 这点我觉得在国外很多都这样 日本都是这样子 可是在台湾 好像就没有这样做耶 就叫你要慢慢走上去 好像前几天去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 他其实弄得很好啦 可是又缺了一个 他很想建议他说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 先搭电梯到楼上去 让他走下来 你就是一定要 而且我刚看到他的楼梯 哇好陡喔 光想到 就已经 更不要像我这种年纪的人 更不要说年纪更大一点 看到就想要 这门票就 就没有那个动力了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啦 你们可以先 享受那种 学习的快乐 大家要知道一下那个规则 那大家等一下 我会跟各位讲怎么做 所以你至少要知道说 从哪边找 这些东西都在云端上喔 范例档 讲义 然后云端白板 这个地方喔 我们第一 请你找到这些 其他还有 这个是其他范例题的解答 都会放在这边 它一定是个对应关系 会有一个范例 然后对应一个答案 一个范例 对应一个答案 那我在云端里面 放了非常多这种东西 可能有一些是入门的啦 但有一些放的 也许有一些进阶的 方法放哪里 我看一下 好像有放在这边吧 如果其他五中范例 这边有入门的 有进阶的 还有大数据的 还有我们这个 跟我们上个 还有一些带整理的 有没有 这边有这么多个 有没有 这么多个 进阶的 也有这么多个 OK 甚至有一个是什么 下载网路相关的 有没有这些啦 但有一些可能太进阶了 如果有兴趣同学 自己玩玩看 那这些额外的进阶范例 大部分都是同学发的问题 然后 如果他有先 预先整理好给我 那我把它再解答 那顺便把它 变成一个范例档案 所以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这个 第一个 那我们待会 就会先从函数来解 REPT 一颗星 假设一百比一颗星 怎么做 那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 一颗星 那你当然 比较笨的方法是什么 复制一个 给一颗星嘛 然后这两颗星 对不对 贴两次 两颗星嘛 不是这样子啊 一定是 自动产生的 那怎么自动产生 LEPT是抓 某一个 出生歌里面的几个字 一定是从前面算 LEPT 左边算 几个字 RIGHT是右边算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自己练习一下 LEN是算那个 字算的长度 比如说身份字号 是否正确 性别的第二个字 算出性别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我想各位可以 自己练习看 这边 LEPT这边有个范例 是 如果他的 称呼 叫姓吴嘛 然后 性别是男 那就是吴先生 张女生 小姐 怎么产生 那你不是自己打啦 一定是用函数 这里会需要 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可以先 练习过 那待会我们再来 看一下 请会也顺便 了解一下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 的一些相关规则 那这个网址 刚刚给各位那个网址 要把它抄下来 回去的话 无论你在任何地方 只要连上网路 都可以存取得到 即便你在任何 全世界任何地方 像我在国外一下 我试一下 连都还蛮稳的 而且速度都非常快 身在手机上 可不可以啊 所以如果 你要看讲义 有没有 你就是直接把手机 直接输入上去 然后直接就看也可以 因为未来要切来切去 不方便的话 也是一些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urin